这是你四月必看的反套路新翻 身为怪人集团小兵的男主却反而受到了正义联盟的迫害 只因在13年前的大战中 怪人集团的干部被全数歼灭 而他们这些幸存下来的小兵为了活命 只能和正义联盟签订契约 此后每周六都要配合大战队演出正义消灭邪恶的戏码 在日复一日的打假赛中 很多怪人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可男主却表示自己受够了 接下来他要将心中的邪恶贯彻到底 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消灭正义联盟接管地球 此时怪人集团总部的空中堡垒中 几位怪人小兵正在为本周的演出规划剧本 为了能让大战队大把的捞钱 所以他们每周都必须要设计出有心意的怪人 经过998次的失败 怪人集团的总策划战斗员巨已经将狼裁净 因为地球上大部分的动物都已经被他们拟太过怪人了 见状怪人集团仅剩的美女战斗员啊 立马建议他们这周可以设计一只可爱的怪人喵 一定深受地面人的喜爱 可这个说法很快遭到了男主战斗员弟的反驳 因为他们创造的应该是令孩子恐惧的凶残大怪人 毕竟只有可怕的坏人落败才能让人类宣泄负面情绪 听到这战斗员立马表示 那他们可以改成狮子怪人 可男主却表示狮子早在七年前就被他们用过了 如果再用的话一定无法让大战队满意 此话一出众人顿时就有些沮丧 好在男主也提出了解决办法 如今他们还有一种动物没有拟太过那就是老虎 他听说地球人常用龙虎之争来形容竞争对手 既然正义联盟中最强的是龙神战队 那么与他们为敌的我们就应该是虎才对 不如这周他们就设计一只老虎怪人好了 文言周围的怪人纷纷笑了起来 明明他们每周都必输 那些大战队真的有把他们当成对手吗 男主对他们不争气的言论感到气愤 还没打就觉得自己输定了 你们还有没有半点身为怪人的尊严 即便经历短暂的失败也永远不能放弃希望 要相信总有一天可以战胜他们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但男主却依旧没有气馁 表示他们应该做的不是优先考虑失败 而是想方设法不择手段的取得胜利 因为要是再这么下去的话 他们一辈子都无法完成使命 听着男主慷慨激昂的表态 怪人们似乎受到鼓舞 非常一致地做出了统一的回应 没有办法看到男主已经陷入癫狂 几位怪人只好采纳了他的提议 设计出了一只老虎怪人 很快战斗开始怪人们从空中堡垒坠落地面 那滔天的烟尘仿佛预示着他们此行的与众不同 等到他们摆好破释 四周的围观群众便纷纷朝他们丢出垃圾 嘴中狂喷着垃圾花 而与此同时正义联盟中龙神战队的成员也顺势登场 看到这一幕围观的群众立马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 强烈的反差形成鲜明的对比 为首的老虎怪人语气凶狠地表示 自己是及世间所有老虎的怨念凝结而成的怪人 他要让愚蠢的人类得到应有的报应 征服地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所有人类的皮肤都变成虎伴 听到这龙神战队的队员立马一正言辞地表示 唯有这件事情我绝不允许 战斗一触即发 在众人惊人的演技下 战斗的情节可谓是一波三折 在可以放出裂地一击和化身一世界传送门的老虎怪人面前 正义使者居然两度被逼入绝境 最终他们在迫不得已之下 只好掏出了神明赐予的强力武器 剑撞众怪人都有些高兴 很快便商量好了被武器击中后该如何死亡了 可不料这时男主却突然表示 自己受够了这种无聊的戏码 今天他就要来一波新的 说罢男主便迎面走向了朝他们轰来的冲击波 看到这一幕几位正义使者正要宣告胜利 可没想到男主的声音却再次响起 男主表示老是这样重复的剧情是真的没啥意思 他有一个更好的剧本 听到男主的话几位正义者都笑了 连忙劝他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但男主却根本不听 还表示要用真本事和他们打一场 而以上画面全部都是男主的幻想 现实中他就像个250一样朝正义使者们冲了过去 连旁边的一位小孩子看不下去了 朝男主高喊着加油 对此几位正义使者也找到了解决办法 先是一顿夸奖台高男主到了怪人精神领袖的地步 然后再强势击败 以显得自己更加伟大 就这样不屈的男主被击败了 可殊不知他真实的目的却已经达到 等到所有人离开场地后 男主才重新凝聚自己的身体 你太成了一名人类打算失一场记忆质疑 从人类那里找到击败正义联盟的办法 可没想到这时却有一位正义联盟的成员走了进来 好在对方并没有认出男主怪人的身份 还把他当成了想要加入正义联盟的有志青年 这是我见过最憋屈的反派 明明全员都拥有着不死不灭的能力 可他们却偏偏被正义联盟压榨了足足13年 只因正义联盟的手中有着 足以无视不死能力的神局 就在刚刚男主伪装成人类参加了正义联盟的测试 看到台上的人喊着冠冕堂皇的口号 男主心中不禁付费万分 因为他们这些小卡拉米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心中所谓的正义不过是每周例行的假赛罢了 这些人明显不是他此行的目标 只有龙神战队那五个契约制定者才是他真正的敌人 13年前将怪人干部全部见灭的就是他们五个 很快男主就通过了第一道测试 成为了正义联盟的候补选手 他来到联盟前台打算寻找龙神战队的住处 却发现龙神战队根本就不在这里 男主正想继续询问 可不料这时却有人朝他打了声招呼 就好像之前见过男主一般 见状男主一脸的猛圈花了好长时间才想起来 对方之前曾和黄头发的妹妹一起邀请他加入战队 男人名叫阴间日日灰 目前还没有加入任何大战队 而黄头发的妹妹则叫做西切孟子是黄色战队的成员 看到男主通过测试两人都很高兴 可男主此时却十分的担心 因为自己里太的身体十分脆弱 如果再和他们接触下去的话很有可能会暴露 这时男主突然发现孟子正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自己 男主当时就慌了还以为他发现了自己的伪装 好在下一秒孟子便转换了神态 询问他有没有吃午餐 见状男主顿时松了口气 心机之余还有些窃喜 这些愚蠢的人类实在是太好骗了 此时空中的怪人堡垒中 众怪人们正为本周成功打完假赛举办庆祝 可不料这时龙神战队的红河兰却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看到这一幕怪人们立马慌了 连忙上去询问他们有何贵干 看到怪人害怕的样子红感到十分满意 紧接着红便表示他们不是来打架的 而是为了找出昨天那个没有遵守约定的怪人 文言战斗员连忙表示 从昨天以后男主就一直没有回来 可兰却根本不幸觉得他们肯定是把男主藏起来了 眼看着兰就要痛下杀手 好在旁边的红及时唱起了白脸 红表示不能责怪所有的怪人 都是怪人帝的错 看到这一幕红十分满意的表示 作为已经合作了长达13年的伙伴 自己非常的信任他们 可为了避免以后再次出现这样的状况 他决定在这里安插两个大兵 以后就由他们来监督你们的工作 面对这样的监视行为 众怪人们虽然心有不服 但却根本不敢反驳 而做完这一切后 红再次发起了正义宣言 红喋喋不休地表示着 弱者就应该保持理智 服从强者尊敬强者为命是从 正义联盟的霸道行为 很快引起了战斗员F不满 但他却根本不敢像男主一样做出行动 只能握紧拳头宣泄心中的不甘 此时的地面男主正在跟孟子和日日辉 共进午餐 孟子向男主介绍了正义联盟的结构 联盟内部有五位领头人物 他们平时都待在各自的领地 而他们的手下则被分成了五个大战队 分别以服装的颜色命名 正义联盟的工作包括但不局限于怪人 解决市民的纠纷也是他们日常的一部分 毕竟没有市民的支持他们就无法活动 听到这男主立马表示 如果让市民知道你们一直在打假赛的话 岂不是完蛋了 可话刚出口男主就意识到不对 刚想解释可不料西切却率先说道 自己也看了那个质疑打假赛的视频 不过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东西罢了 根本就没有人性 文言男主连忙借颇下驴 而由于孟子和日日辉在昨天的战斗中登了场 所以他们的出现很快就引来了围观群众 男主在一旁看得眼神发冷 但终归没有贸然采取行动 很快午休时间结束 西切和日日辉跟男主告别后 便准备去执行下午的任务 男主本不打算继续跟着他们 可没想到他却偷听到孟子下午要去的是红的注地 一想到昨天红让自己颜面尽失的事情 男主就气不打意出来 当时就想出了一个坏招 画面一转男主就已经拟泰成了日日辉的样子 和西切一起来到了红的注地 而包里藏着的小刀便是他报仇血恨的工具 为了方便行事男主随便找了个借口 从西切那里要来的即将交接给红的信件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再交接物品的一瞬间 出气不意地用小刀将红送到一世界 想到这男主正有些窃喜 可没想到才刚进入注地的大厅他就傻眼了 因为映入眼帘的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服装 他根本就分不清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红 这时一个小丑站了出来 询问男主和西切有什么事情 男主闻言连忙表示自己找红有事 可没想到面前的小丑居然声称自己就是红 有什么事情和他说就可以了 听到这男主高兴坏了 没想到居然自己送上门 正要掏出小刀将其一刀捅死 但没想到这时西切却站了出来 表示别开玩笑了 他们是真的有东西要交给红 看到自己的谎言被拆穿 小丑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 紧接着便抓住男主的手 质问他到底在掏些什么东西 刚刚是不是想做坏事 看到这一幕旁边的西切就好像害怕男主被发现一样 直接把信件交给了小丑 还夸奖他未来一定会成为真正的红 听到这话小丑顿时就很高兴 也不打算深究刚才的事情了 没能见到真正的红男主也只好无奈地离开 本以为这次的行动将会一无所获 可没想到这时男主却在旁边的海报上看到了红的真面目 与此同时旁边突然走出一个人 男主下意识就喊出了他的名字 听到男主的话红瞬间露出自信的微笑 询问男主是不是遇到了男士 此时的男主有些不知所措 想要行动却根本无法动弹场面瞬间陷入僵持 好在西切及时打破了沉默 表示就算男主再怎么崇拜偶像 也不可以做出这么不正常的举动了 说罢便强行拉着男主离开 此时的男主还没有反应过来 自己的身份早已暴露 果不其然一道僻静处 西切便一刀砍向了男主 再次醒来的男主有些摸不着头脑 自己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 西切表示男主实在是太弱了 就算再怎么精心伪装 稍不留神还是会被发现 说罢便再次砍下了男主的脑袋 如此反复男主终于不再试图反抗了 而西切也借此机会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突然出现的日日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表示附近有怪人出现 男主一听就感觉不对劲 明明昨天才刚打完假赛 怎么可能会有怪人来到地面 联盟跟日日灰一起来到了现场 此时战斗员F正在被一群红队的成员围殴 他本打算下来找男主寻求脱离压迫的办法 可却一直没有找到 正打算打到回腹不料这事红却出现了 红瞬间完成变身并痛斥怪人F 昨天才沟通过今天就忘记了 那就别怪他无情了 而面对如此大招 战斗员F并没有任何恐惧 威武不能驱得挺直腰杆 求死得死 红的大招如约而至 效果完全达到双方的预期 要面对连怪人干部都无法抵御的神剧打击 战斗员F仅仅只用了一瞬间 便在爆炸声中灰飞烟烈再无重生的可能 亲眼目睹同伴陨落 男主那样推翻正义联盟 贯彻邪恶的心也变得愈发强烈 这是动漫开播以来最为精彩的一集 身为怪人小兵的男主居然干掉了红队排名第五的正三位 还成功偷走了红的神剧 就在刚刚亲眼目睹队友的阵亡 男主正要离开 可没想到日日辉却拦下了他 还警告男主不要再尝试作恶 区区怪人是不会有任何胜算的 万万没想到 日日辉居然认出了他的身份 原来刚刚男主在和孟子对话时 日日辉就一直躲在一边 之所以没有当场揭穿 就是因为他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他想要创造出能让怪人和人类和平共处的世界 而既然男主早已心生不满 不妨就此加入正义联盟 和他一起从内部纠正这虚伪的正义 听到他的话 男主顿时想起了13年前的场景 当时红口中所说的也不太一样 可到头来得到的却是长达13年的压迫 想到此处男主果断拒绝了日日辉的邀请 看到男主消失在眼前 日日辉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 画面一转男主已经回到了孟子的身边 并决定与其结盟 孟子表示击溃大战队的关键便是神剧 正义联盟中共有五把神剧 他们是为了对抗怪人而创造的变身道具 同时也是具有神力的开挂机武器 其中的力量甚至足以杀死不死不灭的怪人 而反过来说如果能得到神剧的力量 那么五位领袖自然也不足挂齿 男主觉得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们肯定会随身携带 单凭自己的力量 怎么可能把神剧抢到手中 孟子表示男主说的没错 可男主却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五位领袖作茧自负 给了他们可乘之机 没有错证是每周例行的假赛环节 而既然是假赛 那么自然就不会把真东西带在身上 今天恰好就是一周一度的假赛时间 而由于男主目前只去过红的筑地 所以他们便决定先挑红队的神剧下手 不多废话说干就干男主直接你太成红的样子 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筑地 在孟子的指示下 他很快就找到了放着神剧的房间 而留在这里把守神剧的便是之前的那位小丑 男主虽然心里十分慌张 但还是强装镇定的语气寒暄了几句 然后便以需要再次变身为由走了进去 男主巡视一周 发现神剧居然十分随意地和一堆运动器具摆放在一起 顿时就觉得这是个陷阱 可很快他就打消了这个疑虑 因为以他对红的了解来看 对方根本就不会把他们这些怪人视作威胁 所以眼前的这把一定是真的 想到这男主直接将其抓起 此时此刻他难掩内心的激动 正要离开可没想到这时 男主人都麻了 只是气味不对就直接开枪 如果真的是红那岂不是酿下大错 小丑闻言当时就笑了 表示红队长怎么可能会被如此低劣的袭击击中 看到事情败露男主也不打算装了 直接放下狠话 看到男主一直死不掉 小丑顿时就十分反胃 表示男主这些怪人们仗着自己不会死就使劲做 还觉得这么做下去总会有赢的一天 殊不知正因如此 他们才如此弱小 说完骚话小丑感到畅快十足 哈哈大笑地表示今天又做了一件好事 击败怪人真的是太爽了 而游戏到这里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小丑捡起地上的神剧 打算将男主从这世间彻底抹除 看到这一幕男主当时就慌了 没想到神剧居然谁都能用 孟子可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男主直接伸手开始求饶 但小丑对这样的装插机会渴求已久 怎么可能会轻易放弃 说罢便要动手 可没想到下一秒他就傻眼了 因为男主居然掏出了众生平等气 足足两千克的炸药 紧接着便说出了刚才没有说完的话 如果小丑再尝试发动攻击 他就把这一袋炸飞 倒是他肯定不会有事 小丑可就不知下场如何了 听到这话小丑也只好乖乖放下神器 可没想到男主却还是一副 要点燃炸药的样子 解决小丑后 男主带着神剧打算从通风口离开红的注定 可没想到他却中了大奖 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 男主却并没有慌张 因为此时的红只不过是个没有神剧的普通人 想到这他二话不说便发动了攻击 本以为能将红就地格杀 可没想到即便是常态下的红 对付他也是游刃有余 还没过两个回合 男主就被打飞了出去 见状男主只好主动分离了自己的手臂 打算借助召回手臂时产生的反作用力 将头顶的储水器砸向红 然而让男主做梦都想不到的一幕却出现了 男主还处在惊讶之中 红的反击便已袭来 不仅直接将他打回原形 还把他那抓着神剧的手一气打飞了出去 可奇怪的是 红却没有对神剧进行争抢 反而还放任男主将神剧捡回手中 只因他根本就没把男主放在眼中 看到对方如此轻视自己 男主十分生气 表示自己作为小兵已经很出色了 红也应该认真一点才对 听到这话红瞬间就绷不住了 万万没想到红之所以一直没有下死手 居然是为了等电视台的直升飞机 此时此刻电视机前有数以万计的观众 正期待着男主被击败的场面 而男主也不出预料地在蓝的神剧打击下灰飞烟灭 在震天的欢呼声中 红不紧不慢地走向自己的神剧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神剧竟会被区区一个战斗员偷走 为此他召来了其他四位龙神守护者 想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找回神剧 可没想到自己的小弟居然借机发难 以弄丢神剧这个重大过失为由逼他退位让衔 作为正义的伙伴红自然不会拒绝这样的要求 听到这小弟开心到飞起 因为成为正义位就是他毕生的梦想 他会用与红截然不同的方式去守护正义 听到这话红当时就笑了 万万没想到即便没有神剧 红在正义联盟中也是乱杀的存在 周围的人仿佛对面前的一幕早已司空见惯 继续商量起了关于神剧的事情 蓝觉得最坏的情况就是男主还活着 并且带着神剧逃了出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 男主的去向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被风吹走 另一个就是回归空中城堡 想到这蓝当即安排自己的小弟到四周巡视 而他则亲自去空中城堡一探究竟 事实证明他的猜测是正确的 男主的确没有死 因为在遭受神剧打击的一瞬间 男主便用炸药了结了自己 虽然依然被神剧打烂了一部分肉体 但总归没有就此消失 此时他已经在旁边的树林中重新凝聚好了身形 正要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可没想到这时日日灰却拦在了他的身前 画面一转日日灰已经背着男主来到一个洞窟中 男主十分好奇对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日日灰表示自己是来给男主一个解脱的 听到这话男主当时就怒了 直接对日日灰发动了攻击 见状日日灰连忙拿出了一个医疗箱 男主这才得知 原来日日灰口中的解脱居然是帮他治愈伤势 然而作为凶残的超级怪人小兵 男主怎么可能接受他的帮助 随后男主直接一脚把医疗箱踹飞 然后用自己手臂的一部分堵住了腹部的伤口 看到这一幕日日灰直接放出了连环彩虹屁 声称这简直是人类无法完成的奇迹 文言男主顿时小脸一红 直接给日日灰展示了更多的能力 在日日灰的一声声夸奖中 男主逐渐迷失了自我 但腹部的剧痛却让他回归了现实 男主表示如果日日灰没有什么事的话 就赶紧滚蛋 文言日日灰连忙表示自己此行的目的 是想更多的了解男主 同时也希望男主能了解自己 说吧便开始自顾自的说起了他的过去 从小他的父亲就一直给他灌输不爱的精神 觉得怪人之所以会对人类发起进攻 就是因为正义联盟对怪人们采取了暴力措施 在父亲的影响下 日日灰一直觉得正义联盟是错的 可直到有一天 怪人干部伪装成神明袭击了教堂 他的父母也在此次袭击中丧生 从此以后他便下定决心要加入正义联盟 但后来他却发现正义联盟似乎也没有那么正 所以才想和男主联手终结这场没有意义的战争 他不希望再有更多的人因此受伤了 听到这男主觉得他多少有点腻天 可还没等他开口 蓝的白毛小弟便出现在了附近 日日灰见状联盟将其引到了另一边 可还是很快就被齐发现了不对劲 白毛直接用手中的镰刀扼住了日日灰的脖子 警告他别再耍花招了 日日灰正想找点借口继续哭闹 可不料这时男主却出现在了上方 当日日灰洗白的同时对白毛展开挑衅 男主有些可惜 因为这一击本该直接将白毛斩成两半 看来他的身体还是受到了神剧的影响 想到这男主正要继续发动攻击 可下一秒他就傻眼了 因为吃痛的白毛居然挥舞着手中的巨大镰刀 高喊了一句神剧神将 男主人都麻了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不是只有五个领袖才有神剧吗 白毛表示自己手上的纸只是防体 但灭杀男主已经绰绰有余 没有丝毫犹豫男主直接开溜 可有伤在身的他却根本无法逃脱白毛的追捕 男主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当即决定反击 白毛眼看男主失去了踪迹 直接将周围的树林全部砍伐殆尽 可没想到却依然找不到男主的身影 还以为男主已经逃走了 可没想到这时男主却出现在身后 直接以迅雷不及掩二之势 抢走了他手中的伪神剧 手握神剧的男主正想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 然而他的手却突然像被火焰灼烧一样疼痛 不理会男主的疑惑 白毛闲停性步般朝男主走来 表示这就是他从蓝先生那里借来的东西 这就是羁绊的力量 看到男主似乎不太懂 白毛甚至还开始解释了起来 然而男主却不会听他的废话 直接趁白毛说得起信的时候撒鸭子开溜 好巧不巧日日辉恰好送上门来 等到白毛赶到时 日日辉已经变成了人质 白毛深知怪人有拟太的能力 可现在却没有时间试探谁才是男主 正想将他们两个一起处决 可不料这时日日辉却表示自己刚才已经通知了总部支援很快就会到来 这句话让白毛有些投鼠忌气 因为如果让蓝先生知道他为了一个小兵就残害同胞的话 那就糟了 无奈之下白毛只好服从男主的命令 将神剧丢到了地上 男主挟持着日日辉慢慢靠近 眼看着就要将神剧拿到手中 可白毛怎会让他如意 直接将蓝借给他的年夜甩向了男主 接着便抱起冲向神剧 可不料男主居然在树林里留了一手 虽然没能成功将神剧拿到手中 但这也让白毛识破了男主的真身 原来男主从始至终都没有调换过身份 看来他刚才是高估男主了 正要拿起神剧将其解决 然而这时 什么情况 原来就在刚刚日日辉已经和男主制定好了作战计划 为了帮助男主 他甚至不惜自断一臂 所以才导致白毛彻底认错了男主的身份 而此时此刻真正的男主正站在白毛的面前 女人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弟弟突然变得十分叛逆 可他却丝毫没有感到生气 只因弟弟的反抗便是成长的证据 然而殊不知他的弟弟却是男主假扮的 就在不久之前 男主以日日辉的身份入住了他的宿舍 打算以此为据点来执行摧毁联盟计划 他先是照了照镜子查看自己的状态 虽然拟态的十分完美 但被神剧伤到的腹部却依然会剧痛 体型也比之前单薄了一些 一想到自己是被日日辉给救了男主 就感到十分的不爽 不久前的一幕浮现在眼前 当时白毛还没有找来 日日辉在说完自己的过去后便朝男主发出了请求 希望男主能假扮自己加入正义联盟 而他则在暗处寻真相 正和他之前说的一样 他和姐姐曾被怪人袭击 本该和父母一样丧命当场 然而关键时刻那一届的蓝队长 却挺身而出就吓了他们 更是在退休后仍如同父亲一般将他们抚养长大 那位蓝队长是真正的英雄 正是受他的影响自己才会决定加入正义联盟 可后来他却发现这世间并非非黑几百 他心中所相信的正义或许根本就不存在 他曾尝试过利用媒体将正义联盟的嘴脸曝光 可却遭到了数不清的阻拦 他不知道这股黑暗势力究竟有多根深蒂固 但他清楚如果继续调查 必将为姐姐带来麻烦 所以才出此下策 虽然男主现在的智商很难理解日日辉 但他也清楚日日辉的目的是想终止这场战争 只要对摧毁大战队有好处和他合作又有何妨 这时男主发现旁边的一个东西一直响得不停 正想拿起来查看一番可不料 却一个手都把它弄坏了 男主人麻了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 眼前的东西就是日日辉口中的电脑 里面记载着各种假扮日日辉所需的资料 没有办法男主只好找到负责维修的蓝队成员帮忙 对方本想推皮球 但在男主的再三请求之下 还是答应了男主 而作为代价男主则要替他去分发新的身份卡 面对这样的要求男主自然不会拒绝 没想到正义联盟里也有好人 就把他留到最后在沙巴 这时面前突然有人叫了日日辉的名字 男主顿时就有些慌乱 好在手中的身份牌帮了他大忙 来人正是和日日辉一样的无色队员之一来七大合 男主装模作样的向七打探了一些情报 一问才知道他今后都要在这地底生活 原来他们所在的地方名叫白龙之潮 是专门用来训练无色队员的地方 只有在这里胜出才能被各大战队选中离开这个地方 听到这话男主是气得咬牙切齿 没想到日日辉居然是这么个小喽啰 不理会男主的苦恼大合一直在旁边唠叨个没完 说着什么要当上红队长成为人类偶像之类的话 正所谓人和怪人的悲欢并不相同 男主只觉得他吵闹 紧接着两人便来到食堂 这个时间点大部分的队员都在这里 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男主发现这些所谓的队友似乎有点讨厌日日辉 只因日日辉曾说过要和怪人好好交涉 可却抢在他们之前就打败了怪人 真是个装模作样的伪君子 没有错日日辉击杀男主的消息早就传回了这里 而透过这些人的视角 男主逐渐了解了日日辉是个什么样的人 但他却并不打算和这些人纠缠 因为他的目标是顶层的五人 这些基层角色根本就无关紧要 这时身后突然有人叫了他一声 回头一看发现是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 男主很快便通过各种细节 认出了他就是日日辉的姐姐阴间世诗良 男主害怕露线连忙跑进房间 想要躲进柜子蒙混过关 可不料下一秒他就傻眼了 万万没想到日日辉居然在宿舍里藏了一只女怪人 门外的世诗良听到动静便出声询问 女怪人见状直接放弃了日日辉 打算先将世诗良解决掉 男主出气不意一个抱摔将其摁倒在地 男主叫女人不要出声 同时嘴上还在应付着门外不断询问情况的世诗良 女人抱歉地表示自己对日日辉隐瞒了是怪人的事实 但是他应该也早就知道了吧 男主人都猛了他和日日辉到底是什么关系 没时间多问男主联盟表露了自己的身份 然后让对方重新躲回了柜子 紧接着便邀请世诗良进入了房间 他手中拿着一袋苹果 这次来的目的除了要和日日辉谈点正式之外 还要对弟弟进行投胃 好家伙随手一挥便刺穿了木板 真不知道正义联盟的人都是些什么怪态 世诗良一边削着苹果一边向男主询问今后的打算 他希望日日辉可以离开正义联盟过上安稳平静的日子 男主正想找点借口搪塞过去 可不料躲在柜子里的女怪人 却对这句话产生了应激反应 眼看着就要露线好在意通电话及时把世诗良支开了 世诗良刚走女怪人便走了出来 询问男主到底要和敌人闲聊到什么时候 作为战斗员的话不战斗可就没意义了 文言男主连忙表示自己才刚来地面 可不料话因为落女怪人便翻脸了 男主实在搞不清楚同样是战斗员 作为伙伴关系 女怪人为什么要对他下厮守 女怪人表示战斗员的本质就是要战斗 而且要战斗到底 13年前就是你们这些胆小懦弱的鼠辈选择了放弃对抗 而作为坚持战斗的怪人们现在也只剩他一个 即便如此他也不会放弃战斗 事实证明怪人和怪人的悲欢也不相同 没时间解释这些年受到的压迫 为了不让事情败露不择手段也是理所应当 男主假意表示愿意同女怪人一起去战斗 而且马上就行动 但女怪人这个样子出门肯定是行不通的 女怪人一听立马表示 他最擅长的就是你胎地表人类 趁女怪人努力你胎中男主四处寻找衬手的工具 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 女怪人刚拟太晚表示可以出发了 男主才刚松了一口气不料事实梁却回来了 好在男主手脚爆快不然的话就死定了 事实梁举起手中的水果刀继续和男主说起了刚才的话题 他希望日日辉不要再执迷不误 正义联盟并非他理想中的正派组织 如果日日辉想要追求真正的正义 就不能和他走向相同的道路 男主不懂什么正义不正义 也不知道事实梁在说些什么 但他知道日日辉会怎么应付 男主表示他现在不会再放人不管 他来这里就是要对大战队的不正当行为说呢 而且日日辉那家伙肯定也是这样想的 很快事实梁便离开了宿舍 男主也因这番话和女怪人达成了和解 此时的大街上几个混混正对一位妹子上下起手 可不料这时却有人打断了他 看到是粉色守望者 有个混混表示他就是大战队里的花瓶 怕他作甚 可是普通人都会知道吧 被花瓶砸一下 亲者住院重者就直接躺平了 原来粉色守望者竟然就是事实梁 想到刚才弟弟展露无遗的男人气概 他的内心乐开了花 这个不死男震惊地发现自己的同胞怪人 在被这些地表人类无情地虐杀 此刻的男主已经心如刀割 可接下来这些后补队员更加刺痛男主的内心 此时的男主并没有做过多的异常行为 这些小角色他会一个接着一个杀死 最终杀到最高权位的联盟五大队长 然而现在也只是测验考前的最后训练 那么明天岂会迎来正式的考核 回到房间的男主 他便询问女怪人是否知道关于测验的情报 可不料女怪人心中一肚子怒火 并不打算给予男主任何的意见 男主也很无奈只有向女怪人解释 如果要摧毁大战队首要任务 就是顺利通过这次测验 要知道这些同期竞争的对手 有些人的实力并不是很弱 但也有一些人完全可以忽略 可唯有这个白毛几次对男主摆出一副臭嘴眼 所以唯独他男主要第一个干掉 听到这话后女怪人却诉说 不要忘了你身为怪人的职责 但男主表示肯定不会忘记 宝金这十几年来的压迫 所有地表人类都将是自己的敌人 无论是谁只要能秒杀他绝对不留情 时间很快到了最终测试的时候 考官蓝队员却诉说接下来的规矩 要把你们所有人分成二人一小队 而男主却跟这个白毛分到了一个队伍 男主本以为是跟对方单挑 然后获胜就行了 可不料蓝考官却诉说这次是讨伐五名怪人 但怪人角色却是由五色联盟的副一位扮演 只要拿走他们手中的其中一把钥匙 并且逃出此场域的人将会获得各部队招揽的资格 也就是说男主现在要和不爽的白毛成为搭档 话音刚落考时正式开始 可没想到二人竟然想法不同 白毛打算直接找扮演的怪人 而男主却想着先躲起来 男主认为毕竟有三天的时间 完全可以先潜伏起来再说 可不料白毛执意直接面对 因为他就是为了讨伐怪人才要加入大战队 并且诉说自己跟男主为了与怪人和平共处的想法不一样 而此时的男主也很不爽了 竟然要跟这种人待三天 但转而他却改变口吻打算和白毛一起行动 然而就在这时前方孟子却突然现身 不过他看到二人并不是黄色组 而男主也打算转身就走 毕竟他们分配到了红色组 所以他并不想直接和孟子战斗 然而就在这时红色队员也直接现身了 令男主震惊的是这个人竟然是正三位的红队员 要知道在之前男主一棒子已经杀死了他才对 但是他毕竟是正三位的选手 为何能扮演怪人角色 原来之前负一位的红队员不怕死的挑衅正一位 最终结果却被红队长以暴力手段钉死在墙上 而这时孟子却不打算放过二人 准备直接和红队员一起前后夹击二人 不怕死的白毛二话不说直接冲着孟子就过去了 男主正准备阻止他 黄色组的两名队友以为成功解决了孟子 可没想到下一秒孟子竟然直接来到二人身后 那么接下来该轮到他出手教训一下这二人了 男主剑装立马选择率先逃跑 同时对付两个正式队员明显是不明智的 通过逃跑分开二人才是首选 他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再次杀死这个正三位 而另一边白毛已经开始对红队员发难 让他交出钥匙并且嘲讽对方 你之前竟然能被一个怪人击败 白毛认为简直就是大战队的耻辱 激怒对方的后果就是两三下就被对方干趴下了 接下来红队员就准备收拾男主了 男主瞥了一眼白毛明白现在也只能靠自己了 但自己唯一的缺点就是 要是被击中了就会暴露真实身份 于是他只能先发制人拿着武器边后退边发射子弹 而正三位也不甘示弱也开始了他的射击 可不料下一秒白毛竟然再次杀了过来 就在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时男主却想到了办法 他先把正三位逼退一段距离然后对着灭火器射去 只是一瞬间场地快速地被烟雾所覆盖 但正三位立马就找到了二人 而此时男主正拉着白毛撤退 可没想到对方并不领情直接一人冲了过去 但男主也很失去 既然这样的话他直接先跑为进 于是正三位二话不说直接攻了过来 可白毛现在的状态根本不是对手 见此情况正三位也认为 可以终结白毛的资格了 可没想到竟然被突如其来的绿队员缴了局 原来是男主刚才找了他的麻烦 所以他要过来一起解决掉男主 让他气愤的是男主不但没有丝毫受伤不说 还耽误自己迅速解决绿组的二人 既然这样那么两人就合伙一起解决这些人好了 说着就从口里吐出了武器 见状正三位也二话不说对着男主就直接射击 不曾想男主却更加兴奋了 呼喊队友我们从四周包围这两人就行了 可走进女队友后他却看到这个妹子大腿已经受了重伤 而接下来的操作简直酷毙了 男主直接扔出两个灭火器 紧接着其他成员瞄准目标射了过去 让场地更加的被烟雾所覆盖 而好处就是让双方考官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误伤对手 这种情况下两人只好分头寻找目标 结果下一秒正三位却对着绿成员再次攻来 眼看认错了人他连忙道歉 就在二人再次分开时正三位却诡异地笑了 原来当时的男主便让妹子给他画两幅画像 这便是此时要解决的二人 就这样看着手中的话男主不断变换身份 因为他要靠着这种操作来让双方互相残杀 然而也不出意外正三位接连不断地误伤队友 直接惹怒了绿队员他要先解决让人不爽的队友 就在正三位被绿队员刺伤的同时 男主却在烟雾中搞起了偷袭 但毕竟能获得正三位的程度也不是吃素的 不疑会他便调整好了状态继续作战 可没想到他以为找到男主的方向时 却一刀劈在了灭火器上 男主没想到绿队员如此轻松利落地就解决掉了两人 绿队员一边对男主表示赞赏一边朝男主走来 男主本以为完蛋了 结果突然一发子弹射来 原来一旁的队友帮了大忙 紧接着上空的妹子直接杀了过来 猝顾及防下把绿队员压在了地上 而男主转头看向一旁的正三位 那么接下来这个人必须死 可不料对方正准备反抗 却被地下的白毛抱住了双腿 但男主和红队员都准备给予对方最后一击时 看着离自己鼻尖只有0.01公分的剑剑 男主也是冷汗直流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被骗了足足13年 明明正义联盟声称怪人干部都已经被禁术歼灭 可四年前却还有怪人干部在地表出现 如今更是直接冒进了正义联盟的总部 带走了他藏在房间里的战斗员X 而他饱受压迫的13年也在这一刻彻底沦为了笑话 就在不久之前 男主正要给予面前的小丑沉痛一击 可不料这次考试终止的铃声却突然响起 无奈之下男主也只好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但小丑却因为遭到暗算恼羞成梦 说什么也要教训白毛一顿 见状男主连忙出手阻止 毕竟白毛如今也算是自己的队友 总不能看着他失去战斗能力 听到这话小丑当时就笑了 男主居然直到现在还抱有这种奇怪的幻想 还没等男主反应过来 白毛便让他扯下小丑的皮带 钥匙就藏在那里 直到这时男主才发现钥匙只有一把 可他们明明是两个人 原来这场测试的目的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 就是要筛选出最强的队员 如今不过是多了联手击败怪人这一环节罢了 想到这男主正要离开考试场地 可不料这时他却发现X鬼鬼祟祟地跑进了考场 看到这一幕男主直接人都麻了 连忙找个借口跟了上去 离开前白毛让男主忙完之后来找他一趟 他有话要对男主说 没有错证是和考试有关的事情 没过多久男主便找到了 在通风管道旁乱敲的X 在将他重新赶回到小阁间以后 他来到了白毛的约定地 白毛表示经过今天的战斗 他已经清楚了必须要和男主合作的事实 因此他想要了解男主的真实想法 男主之前那副语世无争的样子 可和他在考试中看到的不一样 他怎知男主只是个废物 怎么可能和真的日日辉一样 不过这句话自然不可能告诉他 而为了博取白毛的信任 男主直接将日日辉曾经的悲惨遭遇说了出来 他和姐姐都遭到了自称为神的怪人袭击 好在被当时的蓝队长救下 从那以后他便决定加入正义联盟 听到这话白毛瞬间瞪大了双眼 万万没想到他居然也有相似的经历 他的哥哥也是死在那名怪人干部的手中 和普通的怪人小兵不同 怪人干部的残暴程度简直惨绝人寰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哥哥被不断蹂躏 却又无能为力 正是因为这件事 才导致他对怪人深恶痛绝 发誓要消灭所有的罪恶 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个自称为神的怪人干部 他无论如何都要将其斩杀 在哥哥死后的四年里 他一直在寻找对方的线索 可那家伙却从没出现在周日对决上 闻言男主顿时就有些懵了 四年前不对啊 怪人干部不是13年前就死光了吗 他觉得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可没想到白毛却告诉他 当时正义联盟和男主说了同样的话 他们主张现场没有干部存在的痕迹 因此否认了他的证词 将这场事故归咎到了怪人小兵的身上 此时此刻男主只感觉自己13岁的认知已经不够用了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此时的另一边由于男主之前曾拜托自己上门服务 于是蓝队的维修员小哥便来到了他的房间 才刚进门他便看到隔间的门坏了 正寻思着要换个新的上去 可不料他却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女孩 眼见事情败露X在短暂的错误过后 立马朝对方发动了攻击 可没想到对方的反应却如此迅速 转瞬之间便斩断了他的手臂 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让他感到绝望 想要逃跑却根本无处可逃 面对蓝队小哥的质问 X却感觉自己难逃一死 可不料对方却突然收起了光剑 表示只要X不引起骚乱 自己可以偷偷把他放了 只因他是个不喜欢战斗的人 不然也不会在正义联盟里 找这么一份后勤的差事 蓝队小哥还在说服X 相信他说的都是真心话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X傻眼 一道熟悉的身影来到了他的面前 正是那名自称为神的怪人干部佩鲁特罗拉 此行的目的正是来营救 通过通风管道发出信号的X 可奇怪的是面对这可求已久的救援 X却显得惊恐万分 在对X被关在这个阴暗狭小的地方表示同情后 紧接着特罗拉便标出了金句 表示蓝队小哥在蒙照升天之前 留下的金玉良言让他有所共鸣 彼此争斗这种悲伤的事情 最好彻底从这世间消失 而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纷争 所以只要把所有人都消灭掉 世间就不会再有纷争了 这一画面一转男主已经回到了房间 由于他经常和X隔着门谈话 再加上X不理他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男主根本就没有发现X不见了 第二天他照常参加了考试 然而他等了半天也没能等到白毛 没有办法看到考试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 男主只好独自进入了考场 可没想到才刚走没多久 他就遇到了蓝队的从一位蓝阮 男主顿时就有些紧张 不料对方却表示 自己身上的钥匙已经被抢走了 按照规定已经不能再出手 所以男主尽管放心 紧接着蓝阮便示意男主到自己旁边坐下 他已经从翡翠那里听说了男主的逆天操作 并表示往年一直没人通过这个测试 今年说不定有些希望 不禁回想起了他年轻的时候 看到对方居然准备和自己长篇大论 男主连忙打断了他 要聊天的话情等到测试结束以后再说 自己还有事要做 听到这话蓝阮有些惊讶 他还以为男主因为队友跑路的原因 现在正有空呢 文言男主一正言辞地表示 白毛绝不会跑一定回来的 看到他如此相信白毛 蓝阮露出了乙母笑 说的也对合力击败怪人 正是正义联盟的羁绊了 可不料男主却早已看穿了这场测试的真实目的 说是两人组队击败怪人 最后还不是要自相残杀 自己之前不过是为了博取他的信任 等到从小丑身上抢到钥匙后 自己就会立刻躲起来 让白毛在抓狂之中落选 从这一点看出 现在的男主就只是小孩子的认知 随便一套就把什么话都说出来了 看到男主这么天真 蓝阮便给了他一个提示 他刚才在那个方向看到了小丑 还看到了男主的那个白毛队友 听到这话男主本以为白毛又上头了 可不料等他赶到时却看到了这一名 白毛阵和其他四位无色队员共同战斗 并从小丑的身上抢到了红色钥匙 万万没想到他早就将男主当成了弃子 面前的五人中 红 黄 蓝 绿 粉各有一位 正好对应了正义联盟的五个正义位 现如今他们已经抢到了四百钥匙 只要再抢到最后一把黄色钥匙 那么其他所有人便会淘汰出局 于是男主便也召集了五人 一起前去围堵孟子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孟子才是这场测试中最强的存在 闲听信不斑便击溃了他们五人的围攻 孟子表示像他们这样的垃圾 根本不配当正义的英雄 还是早早打到回府吧 说话间又轻松挡下了男主的偷袭 面对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 几人都有些绝望 可男主却深知孟子的秉性 表示他不知道孟子心中的英雄是什么样 但他口中的英雄说不定什么人都可以当上 即便是坏到极致的恶棍也一样 果不其然听到这话 孟子立马就将钥匙交给他 男主还以为自己是说到了孟子的心坎里 殊不知孟子早就看穿了他的身份 之前不过是想走个形势罢了 拿到钥匙后众人正要讨论接下来的计划 可不料这时白毛那组却找上了门来 直接趁着他们对的小黄 没反应过来之前顺走了钥匙 率先反应过来的男主拔刀就砍 可对方也不是吃素的 场中的气氛瞬间凝固 眼看就要爆发大战 然而这时考试终止的铃声却突然响起 见状白毛组十分高兴 觉得他们已经赢了 殊不知时间根本没到 考试终止另有缘故 看到自己的队友被一招解决的懒忍 此时正躲在一旁瑟瑟发抖 大战队最新一级究竟有多高能 怪人干部肆虐正义联盟 一出手净乎打死了蓝队的从一位 为了救下蓝队的副队长 唯一信任男主的小胖惨遭陷阱 成为了怪人拟太后的卢社 逼得正义联盟不得不联手狩猎干部 而队员真全员恶人 为了赢下测验 使出了各种正义的阴招 面对这些阴险狡诈的二队成员 男主彻底不荡人了 开挂后痛扁自己昔日的好兄弟 就在刚刚 本以为赢下测验的二队人员 却反手被男主夺走了生殖钥匙 只因测验结束的铃声是假的 真要说这还是为西切准备的绝招 没想到用在了二队的身上 而在钥匙没开三度后 二队成员自然不会担心 双方开始了真刀真枪的硬碰硬 男主将最后的希望抛给了大和 自己痛击昔日的好兄弟诗英 而在最后的决赛拳 大和也不负他的期待 抢下了最后的生殖钥匙 将两天的测验拖入了第三场 这也预示最终的决战即将展开 但在赛后复盘时 仅凭他们目前的团员 还不足以正面干掉二队 于是几人也准备招募最后的外援 可在此之前 小熊却拦下了男主 原来他认出了男主怪人的身份 他想搞清男主的目的 不过男主却不愿多说 只是警告小熊敢说出去就杀了他 然而小熊却不在意 表示自己相信他是个好人 事后他们来到了外援的住处 招募团内的顶尖站立七宝 但一见面却被惊住了 曾经的肌肉男竞成了这个鬼样子 这让他们不禁怀疑七宝是否还有站立 但思量再三 几人还是决定让七宝出山 兴许鹿一鹿铁 肌肉也就回来了 但其实七宝受的是心伤 他原以为自己的肌肉已经天下无敌 可粉腹对福子的出现 亲自击碎了他的肌肉梦 他还告诫几人是没希望的 可却忽然得知福子已经倒了 眼下是请他去虐菜 这一下让七宝来了精神 在他眼里福子可是不可战胜的 如今却被除他之外的人灭了 他倒要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 也是同样的 他如果干掉那个干掉福子的人 自己的心魔岂不是不攻自破 而也在这边队员齐聚的时候 战队的总部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怪人干部已经彻底杀疯了 沿途的队员完全是见一个秒一个 最后副队长的兰燃忍不住 面对这个直言要大战队臣服的疯子 他毫不犹豫地召唤了神剧 只是还没坚持两秒半 兰燃便彻底的跪了 副队和干部的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 他本以为就此结束了 自己会毫无悬念地死在干部手里 却不知这一切都被小熊撞见 看到眼前的局面 仅是瞬间他便分析出了前因后果 面对恐怖的怪人干部 他果断一个滑铲冲了上去 不给兰燃反应的机会 当即将对方送上电梯 接下来是独属于他的英雄时刻 但喊完这一切后 小熊没有任何波折地领了喝饭 干部对于这个小角色并不在意 他更关注自己眼下的伤势 没想到正义联盟的发展这么迅速 现在连一个副队都能重伤他们 于是他也决定不再嚣张 好好隐藏起来休养生息 等另外的队员赶到现场时 除了地下遗留的不明血迹外 早已不见怪人的身影 他们将这件事上报给了总部 然后一致决定带上神剧狩猎这个干部 而且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消息也进行了隐瞒 男主的测验还是赵九 而为了这场测验在努力的 也不只是男主几人 二队的人员也在整活 石川这个渣男上一秒还在安慰学野 下一秒却转头来测反大和 把时间管理完的明明白白 真可谓是不择手段 而这一切也竟被男主看见 石川的测反完全没有希望 毕竟这次他们不仅有核武的七宝 更重要的是男主还研究了秘密武器 正面战场几乎是必胜二队的 而也在大家都准备好事 第三场测验也即将到来 小熊如约而至的归队 只是已经不是同一人了 第三场男主决定来单挑赛 除了规定只能使用龙神武装外 采取无规则一对一的打法 二队的成员自无不可 在他们看来这是稳赢的规则 世音更是觉得男主是个天才 能想出这么脑穴栓的决赛规则 可殊不知他面对的将是一个挂笔 规定用龙神武装是男主挖好的深坑 同样是武装 但他们的却是鸟枪换炮 原来在开场之前 伯九意外发现了武装的第三形态 这是凌驾于枪剑之上的完全体 让他们的武器从三米变成了三十米 没有任何技巧全是数值 只是一个照面 世音便被打得根本还不了手 男主感觉自己强得可怕 至于世音怒骂的作弊 则是被他给抛之脑后了 这可都是他坚持与努力的结果 况且武装的强弱全靠意志力 他的复仇意志太强也是合情合理的 而世音为什么不行 那还得从他自身上找原因 而眼见将好兄弟逼入绝境 男主也规劝他老实交出钥匙 别整天一想干部杀了哥哥的戏码 在他看来 那无非是世音绝望之下的虚构 毕竟真有干部的话 怪人这些年又怎么会活得这么凄惨 可殊不知的是 男主这一番话简直是在玩火 这么多年下来 这话世音已经听了无数遍了 所有的战队成员都在否定他 红更是直言他哥哥是被砸碎怪人干掉的 想到历来所受的屈辱 他已经不是单纯的要向怪人复仇 更是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战队 于是两人彻底撩崩 终究还是要看实力说话 但武器上的差距却不可弥补 在对撞中世音还是败下阵来 逐渐的回马灯闪现在他脑海 那是他与哥哥生前的记忆 回忆那美好的点点滴滴 顽强的意志再度贯穿了他 他不想输也不会输 也是这时手中的武装竟也超进化了 男主一整个人都傻了 女孩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潜伏竟会引来真正的龙神守护者 而面对着巨大的实力差距 他也将为自己为虎作娼的行为付出代价 就在不久之前 重伤冰死的蓝染正无力地躺在大街上 此时此刻他想起了自己 与现任蓝队长的出狱 由于现任的蓝队长经常抱粗口 对待他人的态度极其恶劣 所以导致他一度以为蓝队长是个人渣 可殊不知他才是正义联盟中最正义的存在 明明贵为真正的英雄 却仍会在大街上 为了一只受伤的小猫殴打小混混 而所谓的态度恶劣 也不过是为人粗犷造成的假象罢 更是在自己指出他的问题后 从此谨言慎行 不再轻易说话 如果他在的话 一定会亲自出手 从佩罗拉的手中救下那些无色队员们 此时此刻他多希望蓝队能站在自己的面前 而真正的英雄往往回应人们的期待 感到现场的蓝队员们紧急处理着蓝染的伤情 而蓝染则还在关心着地下的候补生和其他正式队员 他拜托蓝队立马前去营救 此时此刻地下的正式队员选拔 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由于男主这边多了无色队员中最强的七宝 所以他们很快就夺回了三把钥匙 再加上原本就有了一把 如今他们已经有了四把钥匙 接下来只要男主击败白毛 抢回红色钥匙 那么他们就能晋升成为正式队员 此时男主正要和白毛进行最后的决战 可不料这时小胖却突然横插一脚 一瞬间便把白毛击倒在地 言语中更是净险威胁 看着他异常的行为举止 男主正感到奇怪 可不料这时天空一声巨响 蓝队闪亮登场 仅仅是不经意的一招 就将伪装成小胖的X逼出原形 此时X心中惊惧万分 连忙开始掉头逃跑 可蓝队长怎么可能让他如意 静止朝他追了上去 男主此时完全不明所以 蓝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X又为什么要伪装成小胖 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蓝队 X心中已有必死之心 自己必须要拦住他 不能让他靠近佩罗拉大人才行 现在就是自己报答赐鸣之恩的时候 想到这X直接回头想要朝蓝队长发动攻击 可连干部都不是正一位的一招之敌 他一个小兵就更不可能是蓝队长的对手 仅是瞬间三分之一的身体便被打成灰烬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身体又整个被甩飞了出去 发现自己仍然没有死去 X感到十分疑惑 对此蓝队长给出了解释 见状X便回原样准备继续对抗 奇料蓝队长一挥手就干翻了他 并残忍地刺穿了他的身体 蓝队长表示虽然战斗员们的身体已经麻木 但只要脑袋还在 就会感到痛楚 见到嘴硬的X 蓝队长更硬 在蓝队长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一千减七下 X开始怀疑人生 他不由地想起了自己和佩罗拉出玉石的场景 自己不过是一个最底层的战斗员 可佩罗拉大人不仅赏识了他 还亲自赐予了他名字 这对他来说是无上的荣耀 想到这X更加坚定了决心 自己必须要守护好那位大人才行 可殊不知这只是怪人干部的PUA手段 名字更是随便起的 怪人干部既不尊重他也不重视他 如今将他留在这里等死 便是最好的证明 失去了耐心的蓝队长准备使用神剧打击 将X从这世间彻底抹除 可不料这时男主却站了出来 直接用大号光电剑劈向了他们所在的车厢 对此蓝队长感到十分生气 质问男主究竟在干什么 没有错他根本就没有看穿男主的真身 X所以立马被发现 不过是因为真正的小胖现在躺在医院里吧 文言男主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表示自己只是想救出同伴 见状蓝队长正要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可没想到男主却趁他一个不注意 打飞了他手中的神剧 然后直接用大号光剑劈向了他 好在他的手中还有蓝阮归还的神剧零部剑 不然这一击恐怕会让他受伤 而这也让蓝队长彻底动了 打算在这里做掉男主 男主还在狡辩 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拯救同伴小胖 但失去耐心的蓝队长 直接将神剧组装完毕 如果不是X机师援主 男主恐怕早已死在这一击之下 两人躲到一旁正想商量怎么逃跑 可不料蓝队长的神剧打击却能自动追踪 瞬间将X的身躯彻底打没了一部分 然而男主却安然无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理会男主的疑惑 蓝队长闲停信步般走来 铺天盖地的攻击狂风暴雨般攻向男主 男主根本就找不到半点还手的机会 更是连逃跑都成了奢望 眼看着男主就要被斩于马下 X再次出手 开着场中的武林红光狠狠撞向了蓝队长 想要就这么把他送去一世界 可这怎么可能做得到 爆炸过后蓝队安然无恙 X却已濒临死亡 看着越来越近的蓝队长 此时此刻他们的心中只剩绝望 为了保护男主 X决定带蓝队长去往干部的藏身之处 当听到干部的名字时 ペルトロラが生きてる X决定带蓝队长去往干部的藏身之处